台中市第二選區罷免投票的選權治安 避免有心人士企圖利用選舉賭盤來操控投票結果 影響選舉公正性 所以特別責令刑事警察局及各相關的警察機關 加強選舉賭博的勤收以及打擊 本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針對台中市立法委員第二選區 也就是誤封、誤日、大渡、殺戮、農警區 以為選舉賭盤的簽體賭占清查及縮證 在清查之後立即報請台中地檢署指揮偵辦 並且在昨日申請九張搜索票 會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勿風噴局等單位 進行大規模的選舉賭盤找檔 這次的查契總共查後四處的六合彩的簽註網站 經過檢視內容大概都是以簽賭、六合彩以及運動賽事居多 還沒有發現有罷免選舉賭盤的情勢 那本局強調我們這個掃蕩情務會持續一直進行 並呼籲民眾踴躍提供選舉賭盤的情資 來提供警方偵辦 警方會保密並且依法緣辦並給監舉賬占清 今晚九州民政調 綜牧 實際上市民政調 綜牧 市民政調 綜牧 不停地退 總共有需要對一個人踏詞 國際 綜牧